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一个判断的角度是 昨天下午因为是一个缩量反弹的走势 所以今天大概率上午是冷难有一个缩量探底的过程 我们来看这一个走势 昨天我们说了今天上午大概率是一个缩量指跌探底 指跌起稳的过程 但实际上今天直接看盘就拉上去了 这是从上午半天就出现了偏离我们的两小时交易模型的走势 前个阶段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两小时交易模型 基本上能够解释每天几乎每天的一个走势 但是今天出现了明显的偏离 今天上午更基本上没有一个缩量指跌起稳的过程 直接就向上攻了 并且在向上攻的过程中间 我们注意到还放出了1293亿的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事实上大于上周的一个1210亿的一个上午的平均成交量 所以我们一个基本判断是下午两种走势 基于这样的成交量下午两种走势 一是继续单边震荡上行 还有一个保持震荡强势震荡的走势 结果是下午出现了一个跳水的走势 理论上我们可以说 这个走势是因为受到鼻鼓的影响 鼻鼓跳水的拖累 但是鼻鼓回升以后 你应该才回到这个位置 还是保持一个原有的状态 事实上没有 也就是今天上下午的走势 打了我们两次脸 怎么来看 打脸没关系 关键是这背后说明了什么 才是更重要的 第一次偏离的走势 说明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理解是 多头主力 非常想守住这根30线平均的东线 这就是我们昨天说的 目前的一个生命线 就是这根30线平均的东线 如果今天上午在昨天的下一线部会 进行震荡的话 很可能无法稳定住市场的一些 短线的筹码 趋势性交易的筹码 和一些浮动的筹码 所以为了稳定住市场的筹码 他选择了上午就直接攻 但是上午直接攻的有一个隐患 就是他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整 我们的理解是 今天这一波跳水 即使没有鼻鼓 照样要跳 因为这个走势 偏离了我们的正常的交易模型 什么叫交易模型 交易模型是指正常的市场行为 通用的正常市场行为 常态的市场行为 今天的市场的走势 从上午的角度来讲 是偏离了正常的行为 它就必须要有修正 也就是说今天即使没有鼻鼓 它也有一个跳水的过程 或者说会有一个回调的过程 但回调以后 根据上午两小时的交易模型 这样一个成交量 它应该要回复到它的常态 但事实上 今天下午也没有回复到它的常态 今天的两次偏离 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提示是 市场出现了非常不同反响的情况 交易模型是指常态 它应该这样走 事实上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平时它很听话 按照正常的来回的走 但是某一天 它突然不听话了 不听话怎么办呢 不听话要教育它 让它回归正常的举动 行为举止 但这个市场 我们没有能力教育它 那么还有一种办法 那适当的就是要远离它 不要让它打击到你 这个思路提供大家参考 因为我们从今天的走势中间 是可以看到 有一股巨大的做空的力量 慢慢在发酵 我们可以看比股 比股的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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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出现了明显的跳水 我们到现在没有找到 比股跳水的原因 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 市场确实有一股 做空的力量 慢慢在发酵 那么收盘以后 我们冷来要跟大家 分享对股指期货的一个 增减仓的数据的分享 那么今天收盘以后 护生300是加了1395手 上振50是减了178手 中振500是加了825手 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力度 我昨天我们就跟大家 分享过一个数据 也就是股指期货在这个阶段 前三天这一个阶段 我们看股指期货 其实除了看它的一个 绝对数据以外 还要看它的一个连续性 最近的四天都是连续加长 而且加长的幅度 有三天都是超过 超过1000手 这个透露出一种明显的倾向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空投主力 股指期货的空投主力 有打压市场的倾向 这是一点 第二点 即使那些没有打压市场倾向的基金 它也在加控单 给它的一个股票的裸露的头衬 进行套保 为什么它有套保 显然它对未来行情心有一句 觉得不是很乐观 它才会加大量的去加淘宝 从上阵50的角度来讲 今天是一个没有态度的走势 这个数据是没有态度 没有明确的方向 因为前两天它也是加仓回来的 但是从中阵500的角度来讲 它也是在大量的加仓 加空单 加空单意思是说 它对这两天的中小创的走势 也不认为它未来会走得非常强势 所以从股市积过的角度 从鼻鼓的走势 我们都隐约的感觉 在这个地方 多空的风起 非常之大 今天的惊惚一跳 到底是买呢 还是卖呢 不但大家有风起 我看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风起很大 包括我们厂内的嘉宾 风起也非常巨大 在这边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记好最后一根保险带 就是这根30天平均运动线 这根30天平均运动线 已经多次被击穿过 又会被收回来 它说明的问题非常简单 在这个地方 多空风起非常地激烈 搏杀也是非常地激烈 我们看到下午的搏杀 搏杀到什么程度呢 今天上午的成交量是1293亿 按照我们的量能常态分布 下午是应该1057亿的成交量 全天应该2350亿的成交量 实际今天下午成交量1287亿 全天成交量2580亿 这样的量能在下午出现了明显的放大 说明下午的搏杀是非常激烈的 这根下影线说明什么问题 这根下影线说明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做一个明确的提示 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明确地跟大家讲 明天上午的一个交易提示 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看我们节目 一定要到节目最后关头 才能关电视 才能调频道 否则的话 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 明天的交易提示 会放在最后做给提示大家 这一个下影线已经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发现这个阶段 师傅每天都在走钢丝 每天都在讲 它到底是向哪里突破 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 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一个横盘震荡 整理的过程中间 这个走势 我们周一都给出一个 已经给出一个明确的走势 本周 是一个冲高回落震荡整理的节奏 不会选择方向 那么是不是真的不会选择方向呢 明天是周五 会不会选择方向呢 还是真的要到下周才选择方向呢 我们事实上注意到的是 从量能的角度来讲 周一周二反弹是缩量的 缩量当然没有上档的持续性 但是昨天下跌和今天的震荡 却是放量的 突然发现 本周是出现了一个放量的 到今天为止的一根小的周阳线 怎么来看这个放量的周阳线 放量已经成定局了 原来我们说 本周是一个缩量的正当的走势 到今天为止突然发现 今天是一个放量 本周是一个放量的走势 因为上周的均量 总的成交量是1090亿 今天本周的成交量 已经达到9359亿 只相差多少呢 1550亿 也就是明天上海方面成交 大于1550亿的话 就达到了本周周量 周成交量超过上周的 总的成交量的情况 那么这个周均线 周K线放量 说明什么呢 如果明天维持在这个一个 小银小鸭 也就是说明天如果不涨不跌的话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 本周是放量滞涨的K线 因为一直本周是在 上周的上影线的位置中间 进行小幅的波动 那如果明天收跌的话 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是 本周是一个放量的阴线 放量滞涨 放量阴线 似乎对多头都不怎么有利 所以唯一明天对多头有利的是 明天必须要放量上涨 打出去冲过昨天 也就是上周的一个最高价 那么才能成为放量上涨 如果明天不能选择方向的话 意味着明天要么是放量滞涨 要么是放量下跌 所以这一周给出的一个方向 是不明确的 还是符合我们原先的判断是 本周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 下周是一个周K线 选择方向的走势 这一点提示大家关注 冷烂把日路K线的这根三次线均线 提示大家一定要守住 如果收盘跌破三次线均线 它就可能产生了一个价格的空头转折 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跌破设个三次线均线 五天线 十天线 二次线全部拐头下行 就产生了五天 十天 二次线的趋势的转折 这对多头显然不利 当然在目前这个位置 只要在三次线均线上面运行 还是比较谨慎偏乐观的态势 好的 等一下回来 我们会跟场内的几位嘉宾 做详细的讨论 可能我们之间还会有激烈的争论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的 有关今天的石盘教育情况 以及消息面的情况 我们的编辑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汇总 我们先进短片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今日市场探底回升 户值早盘震荡上行 午后在壁谷下跌的拖累下快速跳水 随后拉升反弹并勉强收红 中小班值依然相对较强 午后虽也一度跳水 但随后同样拉升收阳线 维持在上升通道中运行 宏观方面 二月份全国铁路货运量 同比增长19.4%至2.8121亿吨 创下记录新高 远高于一月份的10.4% 连续第七个月正增长 铁路货运量数据 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高度相关 该数据的走强 显示中国经济正面临小阳春 市场方面 上周A股市场新增投资者数 突破55万人 创下6个月的新高 也是2015年下半年以来 第二次单周开户数 突破55万人大关 考虑到目前市场已由一人多户 向一人三户转变 这一开户数的含金量显得更高 此外 上周银正转账净流入463亿元 显示资金已悄然入场 板块方面 目前国产大飞机C919 已完成机载系统安装和主要的试验 目前已进入首飞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预计将在今年上半年实现首飞 业内称C919的首飞 将成为我国航空业的里程碑事件 相关板块将迎来利好 好的 欢迎回来 首先把今天来到演播室 现场的几位嘉宾 介绍给大家 在我右手边的是零龙石 葛建盈和我们的评论员 魏林海 首先跟老林讨论一下 老林前期一直坚持 这波行情还要看高到3500点 接下来的行情怎么看呢 今天我带来三张图 今天说得更仔细一点 其实最近这9个交易日 第一张图来解释一下 这9个交易日 其实是已经在上周一触底 然后上周二 周三 周四都是突破 周五下刹 然后本周的4个交易日 前两个交易日 是再次的向上突破 后两个交易日 包括昨天 包括今天 其实都是盘中震荡 再进卵一切到第二张 好的 你们来看第二张 第二张更重要 这是最近五天 大家可以看到有四次下刹 上周五发生的是 整个的下午的下刹 本周一大概刹了两个小时 周三跳空缺口 还要待刹一个小时 今天从头到尾 也接近一个半小时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要刹四次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这四次都发生在上周四突破盘局之前 那么这整个突破盘局 它是整个是 齐面整理是四周 这个盘中下刹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要把所有 在冲顶之前 要把所有 一直不坚定的人 全部给赶出来 等于是洗盘 对 然后再要 把这些洗出来的人 再在将来反升向上突破新高的时候 再让这些人再买回去 所以说其实 这个空头跟多头 它其实也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第三张图老袁也要 切一下 这张图标的不是特别清晰 但是事实上面 我说的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说均线系统 5178之后第一次警察 大概在下周一 还是下周二发生 所以说我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说正常3301的这个叙事 已经快结束了 然后三个交易日 就是明天周一周二 就能见分晓了 根本不是3274了 就是目标就是3301 而且突破3301 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 特别是在昨天的下刹 和今天的下刹 都能神奇般的救回来 很不容易 所以说其实上周四 已经表明了 向上突破的一个信心 上周五把一直不坚定的人 再洗下去 周一周二再让你上车 周三周四再把你洗下去 为什么要在3000 3301点快要突破前 做这么多的复杂工作 其实是为了将来 在四月份的头部 要让这些所有做空的人 和一直不坚定的人 全部在那个地方 再把你抓回去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这一个多月 从两月份开始 大家从3044开始上来 怀疑这波行情 到坚定的看多 到这一个多月 又被一直磨得差不多了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也就是未来 就是明天开始的这三个交易日当中 其实是很关键 也就是刚才你说的 就是能不能见分晓 三个交易日就能见分晓了 好的 老林的观点呢 其实我明白了 我刚才表达的观点是 空头阻力 打压市场的这种力量 慢慢在积聚 而你的观察的角度是 多头要突破的力量 慢慢在积聚 而且这股力量越来越明显 而且马上就要突破 立刻就要突破 而且要创新高时的突破 是的 而且能不能到3500 我不敢说 鼻浪反弹四月份的第二周 很关键 四月份的第一周 重大时间窗口 因为鼻浪的A下跌 是A浪下跌是38周 鼻浪反弹57周 记住四月份的第二周 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不是现在关键 是以后一两年都很关键 所以说这个地方会出现重大的转折 所以说离这个时间 总共刨去今天还有14个交易日 要在14个交易日 完成对3301的冲击 还要把所有看空 或者一直不坚定的人 要洗掉 要再抓进来 这对主力来说 其实是很高超的 确实 我们的观点其实有明显的分歧 我是短线偏谨慎一点的 你是短线非常乐观 来 葛姐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 实际上 我个人把现在的市场定义是这样的 就是趋势看涨 阶段性就是中期 它是属于一个震荡筑底 然后短期呢 是震荡调整 带突破的一个状态 那我今天也带来了几张图 第一张图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图是我前几次节目 就一直拿来的 那也就是说 3250是我个人分析的 一个参考的压力区 那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受阻 回落震荡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这是第一张 那第二张图呢 实际上是有一个 就是目前的超 这几个就是基本上都是 其他几个指数的一个走势 也是基本上在参考的压力区附近 受到一定的阻力 那么下边是中小版创业版也是一样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我们的参考压力区 这一线受阻 那么现在呢 再回到后面这张图呢 下面这张图 对这张图是我目前 个人操作的一个 浪行的一个结构图 那这个浪行呢 实际上是从12年的12月份 作为一个起涨点 那么这个地方是进行了一个 123浪的一个上涨 到5178是一个三浪的一个顶 现在呢 实际上是经历了四浪调整 到2368这个地方 2638说错了 2638这个地方形成了四浪 然后现在目前是走的一个 五浪的一个上涨 但是现在如果阶段性呢 它是走了一个五浪一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要是再把这个五浪一的状态 把它放大一下 就形成了下边这张图 那么从原则上来讲 五浪一走完以后 它应该有一个五浪二的一个调整 调整之后还会有五浪三五 五浪四五浪五的一个上涨 但是我们把这个五浪一 目前的这个五浪一 把它放大的话 就形成了现在的这张状态 现在如果再把它细分到小浪型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 它现在走的是五杠一杠五杠五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既然到了五杠五的状态的话 那就意味着有一个 头部的一个阶段性头部的一个形成 但是这个呢 也是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性的压力区 受到一定的压力以后 它形成了一定的受阻 有这种调整的预期 就从原则理论上这个技术上是分析的话 它应该是走一个下跌浪 下跌的五二浪才对 但是目前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在于现在市场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震荡调整之后 它并没有下来 那么现在没有下来的话 或许它会在未来它能下来 但是毕竟它现在还没有下来 那现在面对它没有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它现在的状态呢 所以就形成了我目前的一个 就是整体操作偏谨慎 但是还要做一定的跟随 就是说你在盘中的话 还可以寻找你的操作标的 进行一个买进的一个跟随交易 但是从整体的思路上来讲 我觉得还是要保持随时的一个警惕 理解那个格杰的意思 长期期是看长的 这毫无疑问 但短期可能有一定的小范围的小规模的回调 是有可能的 我们到老魏这边 老魏来跟我们评论一下 我是站在空头阻力的意图上面 去理解这个市场 老林是站在多头阻力的意图上面 去理解这个市场 你给我们评论一下 其实今天的盘面 上午走得还可以 就是下午回答的时候 我们看到它把30天线的那根支撑线给打漏了 打漏也没关系 打漏的话 它后来也收起来 那么收起来的话 其实我们这根线到目前来说测试了几次之后 还算强势 顶在这里 那么五周 就是五周均线的 它也是保持一个向上 那么现在来看呢 可能是在下周会有一个变盘 那么可能会往上再去打一下这个 3301的这个高点 我的个人理解是短线 它可能向上走 那么下 记住啊 这个时间窗口 我测算的下一个时间窗口 在4月6号左右 那么那个时间窗口呢 可能会发生一些这个变动 那么这个变动呢 可能会是向下变动的 也就是现在打上去 到4月6号左右 开始往下来做一个变盘的一个结构 你等于一个 你觉得一个节奏是 有一个诱多的过程 然后再打回来 对 它这个可能是有一个诱多 它如果330要过的话 上面的位置在3350 也就是打到3350看量 如果不能有效放大的话 那么那个就是诱多了 折回来它就下来 那么另外我要讲一下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发现 今天在盘中咱们说这个339678的这个深刺心股 这个指数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数 今天在跳水的时候呢 它是明显的往下带了 从一个趋势来说 它一直保持向上 那么今天呢 它确实往下打下营线 那我们也发现了在今天的这个跌幅榜上 已经有出现跌停板的这个刺心股了 那这个呢要引起注意 也就是说刺心板块 它现在开始出现一定的分化了 那这里面是肯定有分化 所以呢 在这个板块如果它真的是跌破趋势往下走的话 它会带动中小创开始 因为现在最跌人气的就是这个刺心 刺心没倒下 那么还行 刺心如果一旦是有分歧往下倒的话 这个要引起注意的 所以这个 这个一点其实值得关注 因为这些刺心股都是跌跌人气的地方 对 非常跌跌人气 如果这个人气降温的话 可能对整个大潘的运行可能是不太有利 是的 今天已经开始出现的分化了 已经看到了 嗯 好的 分享完场内的嘉宾对大潘之处的看法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谭古伦的嘉宾 在锦囊操作中接近一些收益的情况 我们来看江七的策略一号 现在又超越了二号 达到第一名了 目前收益率接近32% 江七的策略二号呢 今天的收益率略有回落 但是也达到了28.18% 老林的寻宝季收益率 今天继续上升 接近17% 老牛的牛人一号 目前的收益率 今天也是继续回升的 达到8.76% 我们来看看其他嘉宾的情况 目前来看老林的探宝季 今天的表现 不太近人意 有点回落 然后是叶鹏飞的风声水起一号呢 是3.1的收益率 今天有点回落 周小刚的稳健增长一号 他的收益率是有所回升的 我们来看看 谭古伦的嘉宾在锦囊操作中间 一些板块的配置 昨天我记得前两天都是生物医药 那么今天变成了综合板块 所占的比例 占了第一名 然后是化工 机械设备 建筑材料 汽车 食品饮料 有色金属 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的占比 都是比较低的 我们再转回到板块的角度的讨论 老林跟我们讲讲 这个交代你是觉得比较乐观的 而几天之内 马上就要向上突破 那么什么样的板块你觉得有机会 去年年底看好的白酒板块 走到现在已经走了快四个月了 我在锦囊操作当中也是反复的操作 白酒板块还要继续创新高 次新股和新股板块分开来说 新股就是最近两三个月上市的 这批个股巨人气 这出现了很多 在打开涨定板以后 出现了巨大的换手 这些巨大换手的公司 只要它换手还在 它还可以继续保持上涨 第二批是上市 一年半到两年的次新股 这批个股在最近这段时间 有多家公司 突破了去年的最高点 还在一个上升过程当中 所以说新股次新股板块 是接下来一个主要的一个旗帜 第三个是医药板块 这个板块其实跟白酒板块 它都是在鼻浪反弹当中 表现最优秀的 但是这个医药板块 现在是落后于白酒板块 现在是拼命在追白酒板块 同时我觉得这些板块当中 还是一句话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能涨的 就那么领头羊 五家到十家公司 你也不要去买这种追 这种补涨的 它没补涨的 我今天看了看医药板块 真正能够有具备短中线潜力的 也就七八家公司 白酒公司炒来炒去 天天带头 也就六七家公司 次新股 其实包括是新股 特别是新股 这个板块的数量比较多 这些板块一起涨 现在他们是分着涨 他们一起涨 指数3301 就不是什么太多的问题了 而且这些板块 关键是不带指数 基本上面都不带指数 所以说导致指数向上推的慢一点 个股涨得风一点 这样的人气就足以 因为你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 指数有个非常明确的判断 朝3500点去进发 起码要突破3001点 那么谈谈 如果这些大盘子股不动 银行证券保险如果都不动 指数有没有机会突破新高 指数照样有机会突破新高 根本不需要这些板块 因为这些板块券商正在注顶 银行马上要注顶 这些公司跟比浪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买了他也不会补涨 他也不会领涨 因为比浪就跟那么几个板块有关系 这几个板块现在都放在你面前 那么再加上今天还有水泥 这个还有建材 还有新疆板块 这些其实是一个配角 但是它的这个号召力也很强 它的赚钱效应也很强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买错股票 这个平台一个月整理 稍微一破位形态就走坏 如果你买对股票 它涨得也不快 就是慢慢悠悠慢慢没有上去 你不要着急 这种慢慢悠悠到最后一波 是竖起来涨的 这不是指数 加速度 个股会出现加速度 这一些板块都会出现加速度 特别是这个白酒板块 领涨的最贵的还会加速度 好的 观点非常明确 我们到隔阶这边 隔阶部分谈谈板块的情况 好的 实际上 从这个刚才分析的 这个整个状态来讲的话 我是比较偏谨慎的 所以我目前的操作 虽然持仓还是保持偏多头的一个状态 但是操作上相对比较谨慎 那么选择的标的 也基本上是属于一个 持续性增长预期的这种大消费的内容比较多一些 那么前期我们上一期的时候 我们是主要是医疗保健这一块 医疗医药还有健康这一类 然后中间上个星期是介入了一个一带一路 做了一波小波段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实际现在还是偏向于这种偏防守型的内容 那么今天实际上又加了一些农业的一个板块 所以总体来讲 基本上还是保持一个偏多的 一个谨慎持仓跟随的一个节奏 那么还有一个我想再补充一句 就是上一期节目的时候 我曾经画过一张波浪图 就是显示了一个 我分析里边的最强的一个状态 因为当时我画的不太不太完整 所以我会在这个谈谷论金的微信平台上 再推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形来 好的 我们到老魏这边 老魏跟我们点评一下 两位嘉宾对板块的看法 其实老林说的这些板块 都是当前市场上比较热的 等于是白马 不是 白马板块 等于资金介入最深的板块 就是这一批 而且这个就像他刚才说的 咱们要抓就是抓龙头 那就一二三梯队吧 咱们最多到第二梯队 后面跟着上的那几乎都是 没什么大用的 就跟着龙头来做 龙头后面围绕几个 那么今天我点评一个小板块 这小板块是由政策支持的 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PPP资产证券化 支持的这个政策要出了 那么咱们说央行和财政部 目前在研究这个PPP项目 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政策 预计这个很快就出来了 那么这些政策包括 PPP资产证券化需满足的条件 以及配套监管机制等内容 那么这意味着银行间市场将有一个正式迎来PPP资产证券化的落地 那么像这个PPP项目的资产证券化是为 它的目的就是为这个社会资本 这个提前回收投资创造条件 从而激发这个投资PPP项目的热情 随着多个部位支持政策的落地 未来市场的前景巨大 与此同时PPP资产证券化也刚刚起步 预计咱们今年将会以尝试为主 随着问题的逐步暴露 那么其他也会在解决过程当中 那么这个呢 那咱们就说这个PPP项目啊 咱们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公司 那么这里面呢 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机会 好的 厂内的嘉宾分享完他们对板块的看法之后呢 我们要请出有看得的讲师 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 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 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们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博文 主持人好 网络古人朋友啊 大家晚上好 我们看到今日嘉宾们呢 都是讨论的非常激烈 其实从大数据上面呢 我们更支持一点 隔解的观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今天主要流进的资金 还是在一些消费类板块上面 例如像文化传媒 通讯服务 以及家电 而主力资金流出比较多的呢 依旧是证券 包括电器设备 以及我们看到前期比较聚能器的软件级系统 今天是流出了超过20个亿 而今天看到上涨的 里面的银行 虽然没有资金很明显的流出 但是大家注意 今天另外一个权重板块 证券这个板块呢 资金流出量是比较大的 在昨天流出20个亿的基础上 今天依旧是流出了15个亿 虽然全板块是翻红的 那么从这一点上呢 也刚刚证明了我们另外一位嘉宾的所说 证券板块是短期之内 是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我们还是在这里 要提示大家注意市场有可能会震荡的风险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张PPT 第二张PPT正好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上涨指数 也就是说其实上涨指数在这一轮上涨中间的时候 资金始终是流出的 也就是说主力机构的主要意图就是拉高 想出货 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下跌呢 可能就是因为主力手中的筹码比较多 有可能没办法抛出 所以他还得往上转一转 所以在这里大家注意观察一下资金的下行的角度 很有可能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那么近期我们说有什么样的板块可以值得大家关注呢 其实我们还是带来的医药板块 也就是说偏防御型的一些板块 那医药板块里面昨天我们提出来的是明珠药 而今天又说到了中药 其实大家注意刚刚我红色箭头标的那一块 红色箭头这一块标的这一块呢 其实是主力资金采取打压吸筹的这一块 其实我们更多的事大家来说叫做资金的底背力 那么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去找到主力拉伸的那一段呢 来我们还是看一下PPT 主力拉伸的最典型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说当他隆腾四海线要穿上天际的那一段 那其实在个股中间怎么去寻找 那我告诉大家最简单的逻辑就是找到主力绝对控盘的那一支 这是我们昨天在明珠药上面找到的 其实什么叫绝对控盘 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主力资金里面有三 资金一共有四类 四类哪四类呢 我们说大户中户散户和机构 那绝对控盘意思就是主力机构 百分之百掌握着这支筹码 拿着这支筹码一直往上去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 近期最贵的那支白酒股 那它就是符合主力绝对控盘 这是只是医药中间的一支 所以你只需要找对板块 找对主力绝对控盘的那一支股票 就能做好市场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 大家可能比较关心 自己手中的个股资金的流向 来拿起手机 扫一下屏幕下方的奥尔玛 和我们一起看看资金 说说个股聊聊板块 多的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 通向完场地的嘉宾的基本观点之后 我们要进入一个场外联系的环节 我们把电话接进来 来听一下他们的具体观点 上证本月是月线级别时间窗口 由于短期30路均线和5周均线不曾失守 下周上证指数有上摸3301前高的可能性 但是量能始终不能持续有效放出 那么无论是否冲过前高 要站稳还是有困难 那么震荡回落的概率存在不排除 创业板指目前处于30路线附近叙事盘整 一旦羊量能够增加 那么再次反弹2000点上方可期 目前可以操作上保持五成仓位左右 对于央企重组改革题材 资心股概念 以及一带一路中有轮动迹象的个股 可以高抛低吸而为 今天市场的走势最明显的特征是 盘中出现了跳水 前期涨出最大的资心股品种 能进出它的嫌疑 或是相对保持景色 其他的品种比如保险和券商之类 在连续下跌之后 今天的上涨有明显的止跌作用 那么这个品种的止跌 会对大盘起到多头互盘的作用 那么今天也有其他的不少的品种 尤其是一路一带 比较大的概率是打压吸盘的动作 或是有进一步的上涨空间 建议关注前期有过充分回调的 高速涨的品种 以及充分回调的一路一带的品种 那么资心股的这个品种 题材类的暂时违避 欢迎回来 中短线的操作技巧 究竟还有哪些 马上我们把时间交给魏宁海老魏 请他带来今天的股市聊聊吧 好 欢迎回来 股市聊聊八 那么中短线的操作技巧 今天我们讲一个小技巧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设置一条五天均线 其实我们这两天一直说 30天均线等等 对不对 五天均线 那么当然五周均线也可以 那么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板 那么在小幅上扬时 我们应该在五日均线处 吸纳 这是一个概括 那么股价以小幅上扬的形式 沿着五日线 慢慢的爬行 这个地方要记住 五日线是向上的 那么有时连续小涨 连续小涨 有时呢涨跌交替 靠近五日线就弹升 远离五日线呢就回调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趁缩量落到五日线 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一个低息的动作 在没有大涨之前 它没有出现这个节奏 突然之间拉起来大涨之前 你不必担心会忽然间掉下来 条件是五日线 必须保持向上的趋势 不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好 案例分析 这个票我们就发现了 一开始是横盘整理 对不对 然后五日线开始向上 而我们的股价呢 回答五日线是一个买点 继续拉起来 回答五日线买点 对不对 你看这个期间 我们有好几次回答五日线 那么五日线保持向上的基础上 股价回踩五日线 就是一个低息机会 那么这个回踩呢 一定是下面是缩量回踩 一定是缩量回踩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同样这个也是 这个五日线呢保持向上 我们看到多次 对不对 多次他回答到五日线得到支撑 然后呢再次起来向上 那这也是回答五日线的时候 都是什么 有一个缩量的动作 有个缩量动作 那五日线保持向上不破的话 那你的股价呢 也是持续上涨 直到最后五日线走平拐头 我们的价格跌破了五日线 那么我们的下跌就开始了 所以现在的盘面 我们也看好五周线 是不是这样 老杨 好的 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 非常精彩的聊聊吧内容 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小板块 微信连连看 又到了微信连连看的时间了 最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有很多观众在点评A股盘面的时候 都用到了拖累这两个字 例如外围市场下跌的拖累 B股指数下行的拖累等等 那么究竟A股近期的连续调整走势 是源于外因还是内因呢 来看看大家伙都怎么说 陶金说了 昨天是海外股市 今天又是B股感觉着A股一直被拖累 不过继续看好后市 因为A股自身还是有向上的要求 蓝艺山说 大盘逢时间窗口 选择向下变盘 即使权重再努力 也难逃调整的走势 那看完了这两位观众的留言 不知道您又是如何来解读 大盘近期连续走出十字星的呢 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 以下把时间交还给杨金龙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在平台上有个投票 市场近期会否给出明确的方向 认为明天就会给出方向的 占了31% 认为下周会给出方向的 占了40% 认为是不会给出方向 遥遥无期的占了29% 大部分人觉得还是会给出方向 我们看到今天在平台上 在平台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 有位朋友叫老童 他说盘面有惊无险 护子呈缓慢震荡向上的走势 后市仍然可以看高一线 偏乐观的看法 有位朋友叫苍浪之水 他说今天再次跌穿30级均线 创新低后又拉起来的手法 要小心 如果明天不能放量收养 那么如果再破30级均线 很有可能拉不回来 是的 这个观点我们是比较同意的 这个30级均线已经多次被考验 30级均线目前是最重要的一根支撑线 跌破30级均线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这个跌破是有效跌破 收盘跌破 如果跌破30级均线 我们的理解是 阻力多头可能就放弃了在30级均线一带的防守 可能下会找一个下一步的 接下来退一步的一个防守的位置 所以30级均线目前确实是比较重要 当然站在30级均线上 仍然可以谨慎乐观的对待 有位朋友叫巴菲特之毛一 他说今天很多权重股冲高回落 这不是好的信号 已经四天不创新高了 要小心 事实上也有个朋友给我留言说 目前的指数的位置 老是定位在上周五内根阴线的下半部分 这也是一个他们觉得需要谨慎的一个看点 有位朋友叫渔夫 他说还是挤在车上 因为在车上可以打新股 是的打新股必须要在车上 但是您的仓位控制在什么比例呢 欢迎这些朋友能够更多的在朋友上 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在犹豫当中前行的A股 明天会否给出明确的方向呢 马上请杨金龙带来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我们首先来看看上阵指数的日K线图 上阵指数日K线图显示 目前均线是无序的排列 正当整理的走势 目前30均线已经爬升到了3236点 构成重要的支撑 那么明天30均线开盘以后 你会发现是3238点 离目前的位置只差了10个点 目前来看 呼声300的国子期货的空头 还是大规模的增仓 在布局空单 从指标的角度来讲 MACD横向徘徊 继续有形成下心压子张嘴的倾向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直没有构成黄金交叉 因为指数在横盘的过程中间 它也是横走 但是也没有向下明显的开口 什么时候会出现明显的开口 出大阴线才会出现明显的开口 当然如果出大阳线 它也会出现黄金交叉 我们来看看上阵指数60分钟图 上阵指数60分钟图显示 目前均线是无序排列 正当整理的走势 KT街中卫区三线粘合 分时整理的格局 中卫区也是没有明确的 明确的方向的选择 MICD目前是横向徘徊 分时调整的态势 MICD也是没有方向 这是分时的走势情况 我们来看创业板的情况 创业板连续走落以后 我们发现均线 仍然是无序的排列 正当整理的走势 今天是放量收阴 调整继续 但是我们今天要提示大家 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小板 中小板今天确实 放量收阳的 显然 如果你要选择分类市场的话 这个阶段应该是选择中小板市场 它因为走得更强劲一点 我们来看指标 目前KTJ指标是瑞优收口 调整的态势不变 MICD指标目前是史差延续 步入调整的格局 我们来看看创业板的60分钟图 创业板60分钟图显示 目前均线是空头排列 震荡回调的走势 KTJ指标继续是50附近徘徊 分时整理的态势 MICD横向徘徊 分时调整延续 从它的一个形态的角度来看 创业板的成分指数并不乐观 所以在这个地方 短期来看还是一个箱体正当的走势 但不能跌破这个箱体 跌破这个箱体 它就会向下翻一个箱体 从明日抢先报的角度来看 确实因为本周上证指数是放量的状态 所以我们维持一个基本的判断是 震荡整理的走势 明天冷藍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 一个突破的方向大概率会发生在下一周 当然我们冷藍把三线均线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保险带 防守位 这个均线不能跌破 一旦跌破 可能会向下运动一段时间 跌破三线均线意味着向下调整的空间打开了 调整的时间也会拉长 那么明天的看点怎么看呢 等一下再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和分享 我们去段广告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进入一个抽奖的环节 大屏幕滚动起来 好停 恭喜这位委化我为926的朋友 您要获得飞科电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分 好的我们再到老林这边 给我们介绍一下总的仓位的控制 以及里面板块的情况 现在主要的仓位的锦囊里面是100%的满仓 主要是配了新股 配了一个次新股配了一个 然后还配了一个标升股 标升股就是属于这种题材股 那么做这种配置的原因 就是白酒板块经过前段时间的操作 基本上我觉得要退出来 那么其实埋伏在新股跟次新股的原因 就是我前面说说 就是说这些个股它上面已经没有压力了 新股根本没压力 次新股那个压力也是一年半以前的压力 所以说这两个板块 为什么接下来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特别是新股跟次新股 还没有出现过集体的爆发 我指的集体爆发就是 可能有10家20家连续的涨定板 如果出现这样的话 会把整个市场推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空间 给我们解释一下操作的策略 因为我们发现 您的一个锦囊 它的收益率今天还是继续提升 另外一个锦囊 今天收益率略有回落 那么这个之间发生了什么 因为手头拿了次新股跟新股 所以说回落的那个锦囊 就是因为次新股在今天的震荡 的的确确是相当大 那么相反的 那个上升的锦囊 它其实是手里面配的是一个提债股 所以说这个提债股今天在跌的时候 反而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上升 所以说次新股 它本身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它的震荡可能会达到 当天5%的震荡 我觉得这很正常 因为它毕竟是 不断地有人进 不断地有人出 所以说我觉得 我把两个锦囊的 一个配得激进一点 一个配得比较保守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就是因为你认为 这个阶段指数仍然有向上的空间 所以还是坚定持有的 对的 因为现在这段时间 我一直认为就是说 现在是比较的一个祖生阶段 而且是在祖生的最后阶段 所以说把握好这个最后阶段 可能到了下次来做节目的时候 我就可能采用 落袋为安的这种套路了 好的 隔天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现在的一个总的仓位 和里面板块的配置 好的 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 我总的仓位 应该是在70%多一点 这种持仓实际上我一般是比较激进的 我这种的持仓实际上是对于随时准备落袋的这么一个思路在对待的 但是从整个的配置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偏保守的 因为首先我要从业绩的角度和它的增长的角度去考虑这个标的 那么整体的操作实际上还是一个偏波段的一个操作 因为这些持仓随时可以进出的 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好的 我们到老位这边 老位来跟我们讲一讲那个仓位的情况 好的 我们刚才听到两位嘉宾都说是随时要准备撤退的 对不对 虽然仓位这种 但是他们的心理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么我希望呢 就是提个醒 就是在电视间观众 大家都要注意 这个地方也一定会 如果真的是把这个三十天线给破掉的话 那么向下空间肯定是打开的 那当打开的时候呢 那也不是 其实我们的还是三千家个股 有的它的节奏和这个大盘是不一样的 先跌的先走 对不对 先开始跌的先要走了 不要等到这个真的大盘跌力 回去看你的票已经跌百分之十二十下去了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节奏一定要把握好 仓位的话 现在目前的话 在半仓左右 稳健一点的咱们做半仓就可以了 板块配什么呢 板块这样的 这个我自己呢喜欢稍微激进一点的 那我也有做这个刺青骨 然后呢就是 还有一个配的成长性比较好的 那么这两种 两种一种是这个中线的 一种是短打的 这样灵活 好的 最后时间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对明天上午看盘 两小时看盘的一个看盘的要点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提示 我们来看这张题板 首先明天上午开盘一定要9点20分要到尾 看着电脑 明天绝对不能低开 首先不能低开今天的一个收盘价 下一步就是不能低开今天的一个开盘价 如果开盘就低开 低于今天的开盘价的话 也就是明天的指数老是在今天的下影线部分进行震荡的话 这说明整个市场是偏弱势的 如何能保持强势呢 它一定要在今天的上影线部分进行震荡 所以明天的开盘就基本要决定一天的走势 明天的开盘绝对不能低于今天的开盘 如果低于今天的开盘 意味着这个地方你就要怀疑要小心会不会可能跌破这个三天局线 因为今天的开盘离三天均线的位置非常接近 不足十个点 明天因为三天均线还会向上爬升两个点 这是一点 只开盘就看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不能低开 第二点 如果它明天继续上升的话 那么明天上升的过程中间成交量必须要超过今天的1293亿 如果超不过在上午上升的过程中间反弹的过程中间 它不能延续今天的上升的惯性的话 要小心这个量能非常重要 这是今天的一个上午上升的量能 如果明天再继续上升惯性上冲的过程中间 不能超过这个量能的话 那么这个上升这个上攻就是无力的 没有持续力的 另外如果明天上午出现回调怎么办呢 一个很重要的是 这根三天局线不能跌破 另外一点量能如果明天小幅回落是可以接受的 明天上午如果小幅回落的过程中间 成交量一定要小于1293亿 如果明天上午小幅回落的过程中间 成交量大于今天上午的成交量1293亿的话 那么明天下午就有可能破位的可能性 概率就大大的增加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明天的重要的看点 总体来看长期趋势我们并不看坏 中期趋势也维持一个区间正当的走势 但是短期趋势我们在乐观的过程中间保留一份谨慎的心态 因为我们从这两天的交易过程中间看到一直有一股做空的力量 在这个市场上发挥某种不确定的作用 从股指去过的角度 从今天比股打压的角度 刚才还有个朋友说从海外市场的角度 都有一些不太稳定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个市场 那么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多头一股做气向上发力突破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